我們現在歡迎台灣教授協會 宇宗欽老師 我們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會在這個地方 在台灣民意機關最核心的議場 主要的 各位都很清楚的 因為在去年 當我們行政權獨大 已經沒有受民意的監督 愛知像脫江野馬的時候 我們呈成寄望於我們的立法機關 能夠為台灣的民意鎖住最後一個防線 所以我們那時候信任 我們在立法機關裡面的所有的機制 在體制內所有的遊戲規則 都能夠照常的運作 可是呢 我們在3月17號 我們發現這樣的一個運作機制 連我們的立法機關都是這麼脆弱 我們的民主政治基本上 都被踐踏到腳底下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年輕人 我們全國的同學們 年輕的朋友們不能容忍的事情 所以今天所結束的訴求 所結束的訴求 就是在正式在跟我們的馬政府 以及跟我們的全國的同胞 來故意的是 要正式這個整個民體政治呢 最底線一定践踏了 因為它連最基本最起碼的一個 的程序正義都不顧了 一個連持平衆都不顧的政府 以及一個連持平衆都不顧的 以及一個連持平衆都不顧的 一個立法院的一個黨派運作 能民怎麼還能夠放心 能夠把國家的前途 把它再拖步下去呢 就是我們質疑 質疑 因為馬鞭九總統 他身兼公共共黨的主席 在黨政大權掌握的經營之下 他必須要負最後最大的責任 但是呢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禮拜來 他的回應是個失能的總統 在他的統治正當性 其實我們在懷疑他優勢當中 這是不是贏到一個臨界點的呢 我們要讓我們全國的民眾來評判 所以在這裡提出的訴求 非常嚴肅的 也是要讓我們全國的紅包 非常清楚的了解的 所以我在這裡整整的 跟我們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發展的所有的朋友 我們的紅包 我們的意志 我們的意志 要非常的堅定 我們在一場這邊 所保留的台灣 未來民主政治 能夠重新再重整 重新有一個好的開始 有放下的這個起點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幫助 我們一定要保住這裡 才有機會 所以我們非常謝謝 自從318以來 所有的全國的新年朋友 以及一切的力量 都往這邊來支援我們的時候 我們心裡知道 我們的國家的未來 仍然是一片光影的 可是我們未來的很多工作 也是近期滿步的 也是希望我們很誠心的 有耐心的 還要盡很大的努力的 來共同的 團結在一起 為我們台灣 國家未來的前途 開副出場的深入 我們不能夠再苦悶下去了 我們要把這苦悶的情緒 轉變成一個積極的力量 為我們來的國家開創前途 謝謝各位 好 我們謝謝呂中斤老師 我們現在邀請 法黑箱無貌民主陣線的 召集員賴中強律師 各位朋友 在今天早上馬總統的記者會中 他不斷的反覆的提到 韓國對外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 但是我必須告訴馬總統 所有政府所簽訂的對外條約協定 都嚴重的關注大人民老百姓的重大權益 所以在過程中一定要讓人民參與 一定要有一個充分的民主監督的立法 其實在韓國 馬總統最喜歡舉的韓國 就制定了通商條約締結法 根據這樣一個通商條約締結法 讓國會可以充分監督 政府的對外殘害 也讓人民可以充分的參與 但是對於我們要求制定監督條例這樣的訴求 馬總統的回應是說 政府行政院已經有了一個四階段監督的要點 但是我們必須說這個四階段監督的要點 他只說明了政府在跟對外簽訂協議協定的時候 在哪一個階段要向國會報告說明 但是民主所要求的絕對不只是報告說明 民主所要求的是要求參與 是要求有實質的監督制衡機制 也就是說總統不可以一意夫行 行政部門不可以行政權獨大 而非我做了決定了以後通知你告知你而已 這樣絕對不是民主 台灣首部民主群台等選者 已經朝理了一個兩岸協定簽訂條例的朝案 在今天的聲明裡面 我們呼籲朝野立委參與聯署提案 並且承諾在本會期完成立法 馬總統已經喪失了統治這個政府的正當性 面臨這樣的憲政危機 我們呼籲朝野的立委 不要跟9%的總統站在同一陣線 來跟人民對抗 而應該跟人民站在同一個陣線 一起來聯署支持 我們民間版本的監督條例 這樣台灣的憲政危機 台灣的民主政治 才能夠真正程序下去 謝謝 我們謝謝 我們謝謝賴中強律師 請示範我們邀請中研院的黃柏山老師 聽完今天馬英九總統所發表出的聲明 身為為法律學者 不僅感到失望 更是憤怒 馬英九總統 我企圖把踐踏法治殺害民主 這個大鬥子 外戰 在場 為台灣守護民主 的學生身上 今天 台灣的民主 台灣的法治 最大的踐踏者 也是中華民國最大的亂流 正是馬英九總統你自己 從去年 九月開始 發動了九月陣爭 因為四中華民國最大衆 上天 全身 充分了 給你公法學者 於四中華民國最大衆 已經發表了一篇聯合的聲明 正告馬英九先生 你已經跨越了憲政民主的紅線 沒有想到 馬英九在那次的事件當中 沒有得到任何的教訓 也沒有任何的反省 竟然讓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 在立法院違法適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的規定 擴壞整個民主的程序 30條中沒有討論沒有審議 宣告符罵視為已經完成審查 馬英九先生說 今天在立法院符罵還在進行審議的程序 我們之前在3月18號的第二篇行動之後 就不斷地呼籲 馬英九先生出來公開說明 他所認知的張慶忠先生適用的法律符合法治精神嗎 他所認知的張慶忠先生 通過 視為通過胡茂協議的程序 符合民主價值嗎 這麼重要的事情 透過健康法治傷害民主這樣的方式 來破壞台灣核心價值的沒有別人 正是馬英九你自己 看到今天這樣子的聲明 對馬英九先生 我個人已經不抱持任何期待了 我們在聲明當中 除了要求召開公民憲政會議之外 另外一方面也呼籲朝野的黨團 以及朝野各個立法委員 立刻回應 積極的回應在場的同學 以及各個公民團體 台灣各界一致的訴求 趕快承諾完成兩岸協議監督的法治 這是一部已經延宰了17年的立法 馬政府不斷的宣傳 目前已經有法 目前已經有法 可以去處理兩岸協議的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他們所講的法 他們所認知的法 他們所適用的法 就是張信中30秒沒有討論 沒有審議 通過兩岸服務貓利協議 視為已經完成審查 這樣的狀況 這些同學參與的公民團體 都沒有辦法容忍 他們今天 透過佔據國會營場的方式 才能夠去矯正3月17號 馬英九政府所犯的嚴重的錯誤 在場的各位同學 都是在聽馬英九贖罪的 都是在為台灣人民爭取 我們要求捍衛民主守護法治的最後一道防線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公民知情聯盟 這一場其實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記者會 因為總統的記者會是在 早上10點鐘進行的 隨後呢 其實三個小時的時間 直到現在1點鐘了 這裡面學運的幹部們 可以說是每個人都繃緊神經 旁邊的同學們也是 就算現在很想睡覺 該醒的都醒了 總統的記者會大家一定要看 不過包括了 陳維廷跟林飛凡還是重申 他們覺得馬總統今天早上是有善意 沒有誠意 根本是假民主 所以他們接下來促進幾個 最新的希望 他們希望有公民憲政 憲政會議 另外也希望還是能夠撤回胡茂 另外他們希望能夠兩黨 能夠加速的協商 這是這一次同學們主要新的其他的訴求 但是希望胡茂協議撤回去 這還是舊的 但是總統依然沒有善意的回應嘛 所以現在他們還能不能夠持續的守在立法院的議會裡面呢 在這個議會議師殿堂裡面 會不會持續守下去 剛剛有學者說了 希望同學的意志要堅定 因為保住這才會繼續的有機會 但是同學的下一步要怎麼走 目前很難講 裡面的兩三百個同學其實都已經體力用盡 不但有志工朋友需要外面的人來進去換班 已經堅持了六天 還能不能再堅持下去 我們也等待裡頭的同學們有最新一步的決定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情況 把時間還給棚內 好 謝謝小婉 謝謝 小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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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